Nitianandam,大家好,我是Manit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经常给大家用第三只眼扫描疾病 有一些经验总结吧 就是规律也是法则 所有的皮肤问题 都多多少少和你的 不愿意见人有关吧 就是你的自卑心理 这是一点 再有呢就是所有的 糖尿病吧 或者血糖膏的这些人 都是和财富金钱不圆满的 因为你血液中的糖分 其实就是财富 再有呢就是所有的 脂肪肝或者是体脂含量高的 这些人呢都是因为 对于财富有愧疚感 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 值得有这些 得到人生的祝福啊 或者怎么样 我现在说财富不仅仅是这个金钱 还有就是人生要给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人呢都会有 这个血脂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就是肾脏的结石呢 其实他是这个人特别stubborn 就是特别的执拗 性格中有非常 非常的 大的一个盲点 就是人生一而再 再而三的 跟你说你要改变什么 告诉你真谛的 但是你就是视而不见 好像没看到一样 就是不管提醒你多少次 你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那个 肾结石出现了 当然所有的 复刻症状 比如说可能是你和自己的性别不圆满 或者和异性的性别不圆满 当然你对异性性别不圆满 对自己的性别肯定也不圆满 这样 然后 所有的疾病都是 大家都知道是你内心的不圆满造成的 这一点你知道吧 身体的疾病是自己的内心的不圆满造成的 包括传染病 包括被车撞 这些外伤 其实也都是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你就是 像我看到有一个人就觉得人生特别沉重 就是第三只眼看到这个画面的状况 就是他拖着沉重的步伐 在走人生这条路 他的双腿就是在车祸中出了问题 这样 比如说 所有的这一类的呢 还有就是 所有的脊椎类的问题呢 都是自己和宇宙母亲的非常强大不圆满 就是和人生不圆满 因为你的脊椎呢 是生命力存在的这个主要的 脊梁吧 然后因为你和人生的极大的不圆满造成了 你的脊椎出问题了 就是你觉得人生非常的难过 或者是有压力 或者你想怎么样 就是觉得支撑不了了 然后你的脊椎就会出问题 当然所有的癌症呢 都是因为你多多少少 有一些非常非常否定人生的这样的想法 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很积极 但是他发的内心的想法你是不知道的 他在否定人生 否定人生 否定生命的时候呢 那自然生命就会出现癌症了 这是一些简单的总结 然后呢 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启发吧 然后 所有的病确实是你的内在认知造成的 所以当我们的圆满了之后呢 才是真正你的疾病能够彻底好的 这样的一个根除的一个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你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生病的 然后呢 去圆满这个想法 然后让自己从疾病中走出来 当然癌症都可以从癌症中走出来 只要你那个 有强烈的认知 找到自己否定人生的这个想法 去跟它圆满就可以 所有的疾病都可以 由于就是用圆满的方法去治愈 只要你转念呢 你的身体就可以让你好转起来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亮灯